张若云竞余年新报剧照 传奇人物在线风云 张若云竞余年新报剧照 传奇人物在线风云 杨子万报网讯 记者 张楠 正在热拍中的古代传奇剧竟余年近日再次爆出一组剧照 此次剧中的重要角色基本全部露出庐山真面目 一众传奇人物在线风云 该剧改编自月文集团白金作家猫腻的同名小说 由王卷任编剧 孙昊指导 欧阳长林任艺术顾问 陈英杰任总制片人 庆余年讲述了一个绅士神秘的少年范贤 历经家族 江湖 庙堂的种种考验与锤炼 书写出一段不同寻常又酣畅淋漓的人生传奇 故事即根植于传统文化 又超脱于传统历史小说 是一部极具东方古典气韵和现代意识的历作 在最新曝光的这组剧照中 张若云饰演的范贤一身蓝色华服 正经前行 似要走上台阶 不知是去赴一场宴会还是去见一个重要的人 他紧促的眉头似乎满腹心事 而脸上严峻的表情又似乎暗示此行充满了重重险阻 庆余年的演员队队 可谓是超豪华级别 除了此前曝光的陈道明 吴刚 等演技与实力兼具的戏骨担当 还有于荣光 高曙光 李强等实力派演员 自此剧照中 于荣光饰演的孝恩是与陈平平机名的北极密炭铁血首领 他不仅武功高强 还有极其高明的头脑与手段 性格多疑且暴力 后被陈平平抓回南京 关了几十年 剧照中的他转身受灰长刃 面色凝重 像是正在经历一场厮杀 而他又将命运几何 高曙光饰演的范剑是当朝骨布上书 也是范贤的养父 其性情严肃 不口言笑 一直在背后默默守护范贤 剧照中他一身朝服向前攻进了行李 其紧皱的眉头 沉重的表情不知是要向君王秉奏和等大事 由李强饰演的严若海在原著中身为南京监察院四处主办 同时也是严冰云的父亲 其性格沉稳内敛 剧照中的严若海双手交叠身前 表情肃穆看向前方 尽显威严 于阳饰演的林若甫作为当朝宰相 同时也是林婉儿的生父 剧照中的他从一群跪拜的臣子中穿行而过 颇有第一全臣的威武 艺人之下万人之伤的气场十足 还一天饰演的诸葛在原著中身为南京监察院一处主办 专司监视朝内官员 其性格刻板固执 剧照中诸葛与人坐在桌旁交谈 犀利的眼神仿佛能穿透人心 谈笑间暗流涌动 电视剧近余年不仅有戏谷及演员实力护航 还有一众新生代演技派笑花加盟 次次他们也在剧照中悉数露出真容 原著中的海棠朵朵虽是北齐圣女 但却常常一身腐素的村姑装扮 剧照中心之类饰演的海棠朵朵戴着花布头巾 一身成红相间的兔卫打扮极具香烈村姑气息 其翘腿坐在伤食之上 左手跨着小篮子 右手把玩着一把匕首 眼神慵懒地看着前方 一副隐于乡野的绝世高手之姿 李纯饰演的斯林里表面上是京都最先居的头牌 实际上是北齐潜伏于男性的间谍 剧照中的他一身华丽的黑纱 无媚优雅 正在往湖中添茶 低眉抬眸中似乎暗藏别样心思 由韩旧诺饰演的叶铃身为将门之后 腰间跌着一把刀 一身红衣站在马车旁 英姿飒爽 刘美同饰演的北齐皇帝战斗布身着皇室花服 闲凭信步走在长廊中 其英气的脸庞侧头看向一边 充满屁命天下的神采 尽显皇家的霸气 于小伟记上新来塑造第一拳陈沈仲 笑战垂首乐圈全是清冷小颜公子 提到庆余年终红颜组的新生戴小花 就不得不提英豪组同时兼具演技与颜值的重笑声了 于小伟饰演的沈仲在原著中作为北齐第一拳臣 为人心狠熟辣 统领北齐静依未与男性监察院抗衡 剧照中的他坐在椅子上 身体微微前倾 右手握拳妈撒胡子 沈氏地看向前方 似乎又在谋划着什么计策 王阳饰演的滕子精是一个重情重义之人 也是范贤的生死之交 其在剧照中担惜贵的 双手向前呈上笔手 眼神见义 似是把身家性命都交于对面之人 郭麒麒麟饰演的范思哲身为范贤之子 范贤的弟弟 性情玩劣又蠢萌 却在做生意方面有极高的天赋 剧照中的他蹲坐在小河边 低头拿小树枝戳石头 尽显至子同举 刘敦敦施演的二皇子李承泽是个热爱文学 说话幽默含蓄 但心思极深的聪明人 剧照中他坐在摆满水果美酒的桌旁 姿势慵懒闲适 身体微轻 眼神充满玩味的看向一旁 不知心里在盘算什么 孝战饰演的颜冰云身为监察院四处主办颜若海之子 被派往北极潜伏成为密探 其拥有钢铁般的意志 愿意为国家奉献一切 剧照中他蹲坐案前 面容锦绣冷峻 垂手俯看案记上的书卷 卢鹰鸟鸟鸟中一拍平和安然之相 张浩雷饰演的太子性格隐忍 常常面临多方的挑衅和争斗 剧照中他眼神淡漠疏离 坐在桌前执笔作画 背后的是女徒则是他画好的作品 仔细看去却都没有脸 似是别有深意 李子峰饰演的九品上神剑手艳小以身为禁军统领 名义上为庆帝效力 实为常公主心腹 与范贤是死对头 剧照中的他骑在战马上英姿勃发 左手直弓 建议发出 像是在与人激战 李深饰演的虎卫高达在范贤初始北齐的过程中一直担任保护他的职责 剧照中骑拔剑抵抗对方的攻击 伸手灵活矫健 从容应战面不改色 刘润男饰演的靖王是资历红成作为二皇子的党羽 其也爱好诗书 一直有意拉拢范仙 剧照中他站在街上副手而立 转脸看向一旁 精挑眉毛似乎是对旁边的人不满 要去争论一番 目前 电视剧近余年已先后在都云 恒电拍摄近五个月 此后还将转站向山 天津等地拍摄 编辑 张楠